约瑟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如何如何善良的人 这个人绝对是很敌劣的人 一个在别人面前总说自己不爱钱的人 这个人是绝对是很敌劣的人 因为他在利用善和他所谓的不爱钱 他在蒙骗你的视觉里 任何一个思情或者那么说的思念 都是将你在主观的作用上 都是你自己干出来的 这叫主观 绝不是别人给你干出来的 因为那是客观 那么客观他永远停留在绑珠 外影上边 而成功你 他是建立在了你内影的变化上边的 我们老说的舍得 舍是漫长的减持和忍耐 那么得你 是你减持后的回报 就像那么孩子读书一样 他的求学从一年一到大学 是一个漫长的减持过程 而他的得到你 就叫样兵前而拥在一时 而是靠思时候的成绩嘛 大家要知道 修阳越高的人 他见人都是活气的 修阳越低的人 他总拿着一副抽夹子 就像我们常说的 阎王爷好间小棍难见一样 不是小棍难见 是阎王爷修行高 素质高嘛 一个惹中鱼 自恶表现的人是最愚蠢的人 为什么你 因为你已经比周围的人 比周围的都记已经把你保围了 当这些都记形成一种势力的时候 你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记住了 千万不要笑瞧 你周围任何一个 你认为他不气面的人 总有一天 他会成为你最大的金鸡 因为我们看看自然界 那一阔 蝉蝉帽子的大书 不是从一个小幽苗长成的一 好人名不长 坏人活北岁 这个话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 每个人的一个看法 也可能是我们大家 站得绝对不同的原因 但是你有些见识 你里边就有点披露了 为什么这样说你 有些人说 好人名不长的原因 是因为他就把这些气呀 受的畏惧呀压在心中 他不说 所以造成神器出毛病了 那坏人 他把这坏事不当坏事 所以他就释放出去了 那么说站在这个角度的话 那人介绍不太合理 那么站在到底角度 来介绍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就不完全不同了 就没有任何瑕疵 譬如来说 好人和坏人 本身 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是不存在呢 因为好和坏 只是我们站的角度不同 我们把它认识成好与坏了 比如来讲 好人你 我站在我的角度 看目一个人 看他是一个坏人 看他是一个坏人 但是你 他的亲人和他的朋友 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所以说 好坏是无法判定的 那么站在前刀的角度上来讲话 那好人又有了表准 为什么又表准你 因为 前刀认识的好坏呀 他就是两句话就行了 就是又顺于别人的事情 都叫坏 又异于别人的事情 都叫好 因为前刀是公平的呀 我们要用泛场的思维 看待事件一切事物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别人要骂他几句 他会反回来去骂人家 十句八句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告错了 不要嫌弃别人厚你 别人骂你 你只做好一件 不要犯 不要犯几句 你只需做好灵情就行了 因为 你的灵情 是在接受着对方的能量 他的大妈 他的后教 是在给你三法着他的能量 那么说 你站在实力角度上 人家骂你 你总有不对的地方 你认真地接受 你就是个提高和神话 那么说 他骂你 他的能量在不断地投资 那么如此的话 你最后得到的是 神母你 得到你资深的提升 得到你许时仿虫能量 而骂你的人 得到的是神母你 得到的感情与解 甚至感应化了 我种了 是以靠不断使用外部环境 来进化自恶 而达到使用各种环境的几处 这就叫实者省存 那么说我们要想提升自己 改变自己 不断地进步 包括境界 那么我们就必须 接受一切 接受一切 好地 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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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 强大的 泛向力 这才能够是那么 不断地提升和进化 你越在意神母 神母也折磨着你 你在意的程度 是折磨你的程度 那么恐惧你 是你内心的虚弱和弃弱 如果你内心强大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任何恐惧干了 所以说 切入来自于恐惧嘛 折磨来自于灾疫嘛 我们都弄错了 价值没点了 我们把人生的价值观 搞错了的时候 我们可能谈不上世界观 谈不上宇宙观了 那么相当错误地认为 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拥有了多少我只财富 把拥有我 庞达我只财富的人 视为偶像 其实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价值观 那么整周的价值观 它属于精神人品嘛 我们不妨看一看 我们到处的南馆寺院 看一看那一个 佛王民众们 前百年来 供奉的那些人物 哪一个是你世上 有钱的人 或者是有权的人也 所以说 我们的 人生价值观 是精神 人 人 个人 气呀 哈哈哈